我們現在進駕這個活動呢 應該就是由我們的GULAR台灣的社群發行人杜葉華哥 老婆來帶大家介紹這個GULAR語的設計 其中呢他的GIT的兵衣師 那我們來一起來歡迎他 好 我們感謝主持人有趣的口吻 這邊 好 還蠻多人 OK OK 好 這是 就是這個Session的話講的是關於 標題的話是語言設計跟 JUSTING TIME COMPART的部分 那其實我在寫這份 slide的時候呢 我把JUSTING TIME的部分解釋清楚 已經花了大半個篇幅在講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在語言設計的話 會著墨稍微少一點 OK 那如果想要知道他的語言設計的話 這個東西可以去參考 這其實是作者的不是論文的部分 OK 所以大概把他論文的一部分看了一下 OK 那今天的議程 應該說這個Session的話會接觸到一些比較深的東西 我還會有一些是關於語言的部分 upolar的部分 然後在JULIA上面去怎麼去實作這樣子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 這邊的話上面是寫Outline 但是應該算是會cover這些主題這樣子 會包含去講JULIA的Type Systems 然後Multible Dispatch JULIA他怎麼去應該說怎麼去應用 那個Generative Programming的部分 那Mental Programming的部分 然後才會到JUSTING TIME同化的部分 好 那前面的話大概會介紹一些比較background的部分喔 就是一些基礎的部分開始 再來JULIA的Type Systems裡面 他整個的整個的簡化圖 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你會有一個instance instance 基本上你可以是在OP語言裡面講的物件這個東西 那他的type 或是說在OP語言裡面也可以講class這個東西 那Type Systems這個東西 他是在建構在type上面 所以說他type的話 每一個type他的supertype 我們講supertype就是他的負類別也可以 那他會有最上層的負類別是我們叫any 那他會有最下層的子類別就是subtype的部分 那subtype的部分就是union裡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基本上你任何一個type被宣告出來的時候 他都會有any跟union這樣子的東西 那一般來說我們整個type的system建構起來的話 會呈現像這樣子一個hierarchy的狀態 就是那種叫做type hierarchy 那大家可能會看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這邊稍微描述一下 最上面這個的話呢 他是所謂的number的部分 number的部分他就是敘述下面會有所謂的 比如說這邊有complex就是指負數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real real就是時數的部分 時數的部分下面用分所謂的quart 補點數 然後integrate整數 然後還有rational rational是這個 rational是那個有理數部分 還有irrational部分是無理數 所以說他在整個的結構上是follow數學上 數譽的那個觀念把它整個放到程式裡面 那所以說你只要講數字 他全部都是會是在這個框架底下 那只有最下層的這些數字 比如說是integer64 那這個東西他只是有實作的 有實作的就是說 他會直接遇到memory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在上層的全部都是屬於outject type 那outject type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他是OP語言裡面的 這個outject class 那個東西 他是拿來描述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所以說他並沒有一個實際的一個實體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回來就是在這個剛剛看到你的type hierarchy 他完全是這一層的東西 所以他經過type system這邊 完全是這一層的東西出來 那你去把一個type給instanize 變成一個instance 不會變成一個物件 他才會是一個會work的東西 那在type 就是在instance這一塊的話 他你可以有一個type of這個東西 type of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可以去查這個物件 他是什麼樣的type 就是說一個instance type 就是一個type 那type的type是什麼 那type的type這個東西 在基督牠裡面 他定期的 定出來是叫做deletype的東西 那deletype這個東西 一般來說 大家在使用語言上面 基本上不太會去摸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只有在語言定義上面 你要去定type的type 去follow這樣子的規則的時候 你才會去用到像這樣 那等一下type的type是他自己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他整個type system 這樣子的一個overview 那這個type system 會有一些特色 基本上他是一個type type的語言 那雖然說他是type type 所以他的那個 往後面會講到說他怎麼去處理 跟去實作 所以他會拿到一些 steadytype的語言的一些優勢這樣 那當然因為type他本身在 或者說 從科學計算或是說 數值運算上面 他在整個操作上面 會比較偏向所謂的 singletary programming的意味這樣 也就是說他的type 基本上都是一個 虛構的一個東西 那在做轉換 在做single 就是跑了跑去做運算 那整個type hierarchy 跟system這樣子下來的話 他是所謂的 set the serenity type set the serenity type 這件事情指的是什麼 set the serenity type 指的是 當你有定一個function在 比如說我定在number這個層級的話 那基本上下面所有 所有是number的subtype的 這些人都可以適用 OK 比如說我定了一個加法 在number上面 那所以說 在number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適用 加法的一個方式 OK 那這個加法的一個東西 在 嗯 那個 嗯 底層的話 他就在 需要再去 定一個 定 在更底層 卡巴拉那一層 他要怎麼去 定那個 不同 嗯 嗯 嗯 就是 嗯 那 不過基本上在 一些 我們講generate function 就是 嗯 比較廣義的 泛用的function上面來說 其實我們只需要去定義 在 嗯 你要適用的範圍 比如說我想定義 嗯 嗯 時速的加法 時速的乘法 或是時速的 或是複數的加法 複數的乘法 這樣子去定一個 嗯 很廣義的function 那你不需要去stetualize它 對 那定義完寫完 那他直接進行compile 剩下的事情都去compile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在使用者的觀點上 seriality 就是 設定 automatically 而esting 就是 這個 所以你在做programming上面 你就是在做 實質設計上面的話 你需要去思考 就是說 你去把 一個東西的H utilization devalty 建起來之後 那你這個 function 你是要在哪一個層次上面去做這些事情 好,那這個是Tax System的部分 那再來接下來講的是所謂的Mountable Dispatch的部分 那Mountable Dispatch的部分算是在Glian裡面一個滿大的特色 那其實他也不是Glian補優 其實在以前很多的在一些Lenguage裡面其實是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Mountable Dispatch的話我講一下他原本是指說 當我要去呼叫Double 當我有在我的Code裡面我有去定義Double像這樣子的Function的時候 那我有兩種不同的定義方式 比如說我有第一個 第一個Object它要是For的Type 那第二個參數的話我不去定它要 它是Any的Type 就是任何Type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的話它的第一個Type是Bar 然後後面這個的Type是Any都可以 那在Mountable Dispatch上面的話 它真正在呼叫的時候 它會去比對說 你在呼叫的時候 第一個Type它是符合For 然後後面是Any 它要符合像這樣子的情況 那它就會去Code第一個這個房權 那如果它符合的是Bar跟Any 這樣子的話它就會去Code第二個房權 那基本上它會去考慮每一個參數的Type 所以參數的Type的排列組合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它的順序是在前面 那它的Type是什麼 然後它的參數有幾個 這件事情它會完全影響說 你到底是去呼叫到哪一個房數 OK 所以基本上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跟C裡面講的 所以它會覺得Function Overloading或者是Operator的Overloading會有點像 因為你會看到就是在它的Function Name是一樣的 它差別只會是在後面的參數是不一樣的 OK 那其實這兩者其實是有一些微妙的關係 在Multiple Dispatch 在Julia的語言裡面的話 Multiple Dispatch它做Dispatch這件事情 就是說它到底要挑哪一個Function起來就是去運作這樣子 或是去呼叫哪一個Function Declation這樣 這件事情它是在Rom Time做的 那Operloading如果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要可報它做 OK 好 那接下來Multiple再來是Generate Programming 那Generate Programming的話 一般來說翻譯是煩形成設計 那相對應在世界家裡面有所謂的Template這種東西 那在Julia裡面我們叫做就是Permeture Type跟Permeture Master 那Permeture Type跟Permeture Master的話 我看看有沒有範定喔 好沒有範定 就是基本上跟Template是蠻雷同的意味 就是你在定Template的時候 你可以留下一個Type的T這個原項變數的東西 那你可以把這個TGate就是給你置換掉 那你在呼叫整數的時候 或者是任意的東西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把它給置換掉 那這個東西它去結合到那個Vile Dispatch的時候 那它做所謂就是會結合起來會有點像 應該說這個東西再去結合那個Multiple Dispatch 然後跟Permeture的Permeture System 會有像這樣子的意味 但是不完全是 這個應該會在ML那個語言方面 好我們會有點記憶不是很清楚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在Juria裡面 它所有的Type都是屬於First Class這個東西 後面大概會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Juria會從那個 一般來說我們會有 比如說像Array Array裡面你可以放任意不同的 比如說你要放整數 或者放固件數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Array裡面 你可以把Array這個東西 想像它是一個容器 它是一個container 那這個container的話 它可以放不同類型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透過Germanic Programming這個東西 進一步的去把這個container裡面的Type 拿出來甚至去做運算 然後所以說基本上Type這個東西 在Juria裡面它是屬於First Class 它可以被Dispatch 然後它也可以被選告 然後可以被做Permeture 那在Juria裡面它主要支援的Mapro programming有兩個 一個是Mapro 那另外一個是Generative Function 那Mapro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跟CMapro 跟應該說它支援的應該比較像是Lesp的Mapro這個東西 那給沒有看過Mapro的看一下Mapro長什麼樣子 Mapro這個東西的話長的大概像這個樣子 它可以去吃進一些參數 或者是一些 基本上是一些參數 那它可以去吐出一段Statement 或者是在這邊的話它做的是Function Code 所以這邊的話它做的事情是 我Name吃進來之後呢 把Name這個變數插到 對Name插到這一段Code裡面 所以它吐出來的是一段Code 那吐出一段Code之後並執行它 所以說這邊做的是SayHelloAndy 那Andy這個東西它會被 被吃進來當成就是在Name這個位置 然後去把這個部分給request掉 所以說這邊的話它就變成Andy 所以它這個東西執行出來就是 等於是我在RubPrintline然後CodeLAndy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一段Code 程式碼 OK 那這邊的話在關放文件裡面 會去描述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可以讓我們去做到 去對程式碼去做一個解析 或者是生成像這樣子的作用 那在Julia裡面比較特別的是所謂的Gerated Function 那Gerated Function這個東西 是在Julia裡面獨有的一個功能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東西它也是可以把你的參數給吃進來 它的形式整體上看起來就是一個Function 那前面就是會加入一個Macro就是Gerated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會在compound time被呼叫到 那在compound time被呼叫到這個S它會呼叫到的話 表示說它會在compound time去呼叫這個東西 那S在這個時候看到的程式所看到的就不會是Value 它會是它的Type 所以說你會看到當我這個Food它去執行這段程式碼的時候 那這邊會是printS 然後下面會是return一個statement 那這個S print出來5它是一個integer64的Type 那它的return是什麼 那它的return就是我去執行相乘的這個statement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去用在String上面的話 就是像這邊4然後String5它就會把它的Type給印出來 然後這邊相乘的話是自串的串接這樣 OK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它可以把你一個wrong time的東西 然後帶到compound time 然後它會去拿到它的type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它會被進一步compile成不同的版本 這個東西的話一般來說它是用在說 我S我有不同的type 或是我要去處理不同的type 我要specialize成不同的function的時候 那我在這邊可以進一步去做處理 好 那接下來大家會是進入比較跟compile看相關的議題這樣子 好 幫大家review一下compile的一些東西喔 基本上在經典Compiler上面的話 前面會有所謂的preprocessor 然後進compiler assembler跟linker 那你真正要把東西給wrong起來的時候 你的loader會進來 然後進到那個OSMR裡面 好 那基本上在不同的階段 它會有不同 就是做不同的事情 基本上preprocessor這個東西 它會去處理像macro 然後跟語言的一些extension 然後把一些 比如說你會有那個 櫃圖的櫃圖的櫃圖的櫃圖 就是標準函式庫給roll進來 或者是一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會習慣寫在層次的最前面 然後呢 再來這邊都是 都準備好之後 它就會進compile 那進compile 它的職責就是把你的sense code 轉成一個assembly code 那在assembly assembly這邊的話 就是把它轉成 進一步轉成machine code 那到linker linker這邊的話 不同的machine code 就是不同的code 它會生成各自不同的檔案 那這些檔案是四散的 所以說你需要linker 把呼叫不同function的時候 把這些不同檔案給link在一起 讓它進一步生成所謂的binary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把它run起來 run起來的話 你在run binary的時候 會透過loader把你的program load到你的系統裡面 然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process 然後在vering裡面做execution 你知道嗎 好 所以說這邊是大概帶過 然後跟compile這邊的話大概會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你要去做那個 你叫什麼 methical analysis 然後再來是語法 synthes analysis 跟semantic 語意的分析 然後基本上這邊的話 我們算是compile的前端的部分 中間的話會去產生所謂的中間碼 中間的程式碼 就是叫做media code 或者說有人把它叫做你的media representation 就是簡稱IR這樣子 好 然後再進一步去做optimization 然後optimize之後呢 再把它產出sevcode 到你的就是根據你不同的machine 就是比如說是x86或者是好的 然後去產出相對的sevcode這樣子 所以後面的話會是code generation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會從這邊 就是大概invidia code這邊去做切割 前面的話算前端 後面的話算後端 就是講compile的前端端 好 這邊大概帶過 那這邊就是julia compiler的一個流程 OK 基本上在compile time的時候呢 julia的source code 它會被就是 被切斷 切斷之後你就會得到所有的token 那token這個東西其實在julia本身裡面 是有 有一個東西叫做symbol這個東西 symbol這個東西就是這邊的token 那進一步 如果你是一個statement 或者一個回券revels 像那些一個 有一個句子這樣子 這個東西它會進一步被pass 成所謂的AST OK AST它是一個樹狀的結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它pass完成AST之後 然後 MACOexpansion也會在這邊去做處理 所以前面的 前面的MACOprogramming的部分 會在不同階段 像譬如說這邊是MACOexpansion的部分 Generative function的話 它會在比較下面的部分去做處理 那MACOexpansion的話 主要是針對你的 你的statement 或者說對你AST做一個replace 好 那在這邊的話 AST它會進一步做我們叫做Lowering Lowering的話 它就會轉成所謂的JRiR 那JRiR在剛剛的talk 稍稍有去提到這件事情 JRiR它本身是一個SSA的form OK 那SSFone它是跟所謂的VMIR 或是跟比較底層的一些IR是其實蠻相近的 那它在Compute這個東西好像是Ohmage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所謂的JRiR的部分 那JRiR再進一步透過Type Ingress 它會在IR上面去加上所謂的Type OK 那加上所謂的Type之後 它再去產出所謂的LVMIR 那產出LVMIR後面 它就會透過LVM的Toolkit 去做Ultimize 這邊會有很多步驟的Ultimize Ultimize完之後呢 做Code Generation就會變成Assembly 那後面再去做Just and Time Compile的部分 好 那在這邊的話 JRiR本身 就是JRiR裡面有一些東西可以去看到 或者去支援它就是 那Token這邊的話 剛剛有講就是在JRiR語言裡面 它有定Symbol這個東西 所以說你在Path完 或者是Token還是完之後 你會看到像Symbol這個東西 那在AST的話裡面 我們會有所謂的Expression OK 基本上Expression這個東西就是AST的一個 在JRiR語言裡面的實體 所以說在JRiR語言裡面 它本身有支援Expression這個東西 所以JRiR本身自己是可以處理自己的程式語言的 對 好 那到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大概就是所謂 後面的話沒有辦法直接去操作語言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可以去看到 當我一段Code 當它在支援 被Loring 或者被Inference 加上Type之後 或是產出LBM的這些不同的步驟 那我們可以去看到這些Code 所以你可以用Macro Code Lowered Lowered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程式碼被轉成JRiR的時候的樣子是什麼 然後跟CodeType CodeType的話就是 加上Type的JRiR 那在這邊的話在 如果你要做程式的最佳化 或是Tuning的話 一般來說 在JRiR裡面它有一個方便的東西 就是CodeWarm Type這個東西 CodeWarm Type這個東西 CodeWarm Type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當你寫了一個非常 非常像風態語言 或是非常像Python 上面沒有任何Type的一段程式碼 或是一個方便這樣子 那當它下去做最佳化的時候 它便沒有辦法拿到Type的資訊 沒有辦法拿到太多Type的資訊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透過CodeWarm Type這個東西 去讓JRiR的Compiler 放你去檢查 哪些Type是可以去加上去 哪些Type是已經用了 所以你可以去透過去檢查這些東西 幫你把 你可以去把Type給補上 補上的話 然後它的Compiler會拿到 比較多Type的資訊 那它就可以進一步做automize 可以讓你的效果比較好 好 然後所以說到這邊 你可以去看CodeLVM 可以去看到某一段程式碼 它看出來的LVM 要是長期的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CodeNative CodeNative的話就是 直接到AtelierCode的階段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就是整個一份程式碼 應該說一段程式碼 一段程式碼從它的頭 然後被處理到尾巴的時候 它的樣子大概是長什麼樣的 那最終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看Assembly這邊的行數 來去決定我們的效果 因為基本上你的行數越多 CPU要做的事情就越多 OK 那剛剛有提到的SSA的Form SSA的Form叫做Static Single Assignment Form 那基本上它的定義是說 就是它每個Variable它只會去Assign一次 那 第二個的話就比較像程式碼會做的事情 就是你每一次Variable要用之前都要先定義 那為什麼會用這個SSA的Form 基本上它在Compiler的Ultimized上面是有好處的 它在做下面這些Compiler的Ultimization上面 是比較容易的 也比較容易去做改進的 OK 那這一段這邊的話大家可以去查 Wiki裡面的SSA這個條路 那你就會查到下面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 好 再來 RongTime的部分 好 OK 那RongTime的部分是 在Juria裡面它是怎麼去成形的呢 RongTime的部分 這邊的話基本上舉個例子 這邊如果你要做Sung 12跟3這樣子 3.0這樣子 好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做的是所謂的Function Code 那Function Code的話它會去Function的那個Table裡面去找說 欸這個有沒有這個名字的人 那找到有這個名字的人 再來它去做的是Multiple Dispatch 那Multiple Dispatch這件事情它就會去拿這邊的Type去做對應 所以說在這邊的Type裡面它是譬如說 Energer64然後Ford64這樣子的Type的組合 那 的參數組合 那這個參數組合就會去相對應的這個Function 比如說這個是它對應到Sung這個Function Sung這個Function它裡面它會處一個東西叫做Method Table Method Table裡面它有去 它會去記錄不同的那個參數組合的定義 然後去對應說這個 這個參數組合的話它應該要去Call哪一個最適合 或者是最接近的那個Method 那Method對應完之後 它就會進一步把你的Method的內容 Posting成AST然後去執行 那去執行的時候這邊它會去看說 這個東西它以前是不是有執行過 如果有執行過那它會有個Method Cache Method Cache的部分它就會把前面執行過 Compile過的這個Method存在這個Cache裡面 那它直接去Call這個Cache就好了 那如果沒有 那它就要進Compile的步驟 OK 所以說在Geliah的使用上面 各位如果有在用的話 那應該會經歷第一次Run你的Call的時候 都會有比較長 需要比較長的反應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前面那些絕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在做Compile這件事情 那當它Compile完之後呢 它會存的是 它這邊就會有一大堆的那個 那個Instrutient被存下來 那這些Instrutient被存下來的話 就是它可以被重複利用的部分 OK 那如果說它沒有被存下來的話 那你就要重新去Compile那個版本的Method 然後把它存到那個Method Cache裡面去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Tankham的所謂的Dispatch的System 基本上在Value Dispatch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剛剛講它是Depends on你的Type 就是它是看你的Type不一樣 然後去決定它到底是要 Rone哪一個Function method的Depinition 所以基本上這個Dispatch的System 在語言設計上面 他們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做這件事情 不過我這邊應該不太有時間講到 好 那在這邊提到的是 就是Function這件事情 在Gera的Function裡面 它都是屬於所謂的Generi的Function GeneriFunction這件事情 就跟剛剛講到的那個FunctionTable這件事情 是雷同的 就是說它其實是只有記錄說 你的Function的Name是什麼 那FunctionName進一步再去查 它底下的所謂的Method Table這個東西 OK 那所以它的 當你宣告一個Function出來的時候 它的低層 它都可以是 就是GeneriFunction這個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就是顧名字 就是一個GeneriFunction的東西 所以說你在底下下面去 再進一步去實現它 去定義它的Method的樣子 所以在概念上面來說 在Gera裡面講Function這件事情 跟講Method這件事情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Method是關乎你的Depinition長什麼樣子 就是關於關乎你的實作是什麼 那Function這件事情其實只有FunctionName 還不包含參數 參數是會跟你的實作是綁在一起的 對 參數的話這邊各位可以從這邊看到 就是你的Method Table它是透過你的 參數的組合去對應你的實作 所以基本上你的參數組合 跟實作這件事情是綁在一起的 它只有FunctionName是切開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我們叫就是GeneriFunction 好 那所以基本上GeneriFunction它是一個Single Function 就是它是一個單一的Function 那這個單一的Function它底下 可以有非常多個不同的Methods OK 那這邊大概 剛剛大概有提過這些事情 就是如果你一個Function它的Method的話 基本上它都會存在一個Method Table裡面 那在GeneriFunction裡面有一個滿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所有的Object它都是所謂Coleable這個東西 那Coleable這個東西無論是Function或者是Type都是Coleable的 OK 但是只是說你有時候你要去呼叫這些事情的話 呃…需要一點技巧 對 因為剛剛把它有點微尿地藏起來了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沒有辦法Cole 但是你需要繞一下 沒有辦法Cole 那…接下來在… 我們前面講CopalTime的部分 然後跟RongTime的部分 接下來是在Geria裡面的Just-in-TimeCopal 那Just-in-TimeCopal 其實Geria本身它是一個Just-in-TimeCopal人 那它的Just-in-TimeCopal人 稍稍跟別人的Just-in-TimeCopal人不太一樣 它做的Just-in-TimeCopal人是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就是當你在RongTime在Cole function的時候 那…我們剛剛講說它會去Dispatch 去查它下面的Method Table 那Method Table它就問說 欸這個東西有沒有在你的Method Cache裡面 然後…如果有的話它就可以Rong它 如果有的話它就可以直接Execution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要去做…做Compile 那Compile的話它就會把這個東西 丟到Compile Time的這個流程裡面去跑 那丟到Compile Time裡面的流程去跑 它在做Parsing的時候 ST Tree然後跟Geria IR 這邊主要是Geria IR的部分 Geria IR這邊會有一個流程 它是去做Type Inference Type Inference這邊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你一開始你的Core如果是沒有Type的話 那我就要盡力把所有的Type都補上去 那盡力把Type補上去 這邊就會不斷的去做Type Inference 然後變成Type的Geria IR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迴旋圈這樣子的東西 不斷的去補足這些Type的資訊 當你Type的資訊被補足到一定程度 那我就可以去噴出LVMIR吧 OK 那LVMIR在就是跑下面的Compile的流程 那就是做Ultimix 做CoreGen 然後跑程式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你在一開始 第一次做WonctionCode的時候 應該會是大多數是跑這個流程過來的 那如果後面這邊的Metal Cache 如果有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基本上的Rom Time的時間會非常少這樣子 好 那在這邊的話 要稍稍提一下 有一個東西是叫Staged Programming 那Staged Programming在這個 Justine Tan Compile的裡面 算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在 在那個Jeff的論文 Jeff是那個Jia的開發者 那這件事情的話 他其實是用Generate Function這個東西去做 Generate Function 然後再來他用的是 這邊的範例是那個Coremetric Method 在這邊的話 當我去呼叫Fu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那當我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 它是一個 然後當我去呼叫Fu這個Fu的時候 那個Array 那Array的話 我們會把Array的Type 跟Array的維度 給放在後面 所以說T的話這邊是Type N的話是維度 那在這邊的話 它可以去Match到Array的Type是什麼 然後它的維度是多少 那Type是什麼 跟維度是多少 這件事情 它可以被放到你的程式碼裡面去 所以說當你在呼叫它的時候 這個Type它就可以被你的程式碼直接去使用 或是進一步做宣告這樣子 那這個Type它也可以當成一個Value在做傳遞 在做傳送 它也可以Return 或者是基本上它是FrontCore 那所以說這邊N的話 我也是可以E1到N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說在這邊的話 當我的Value進來的時候 這邊的Type的資訊就會 我就會拿到一些Type的資訊 拿到Type的資訊 下面的Core就會是 Specialized for那個Type的程式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Generate Function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會在Compile Time的時候 去拿到這些資訊 所以說我可以盡量的在這一段的Cycle裡面 去不斷的去做Type Ingress 那不斷的去把Type的資訊給補足到你的IR上面去 然後所以說到這邊它去吃到有VMIR的時候 就是幾乎所有的Type的資訊都補足了 Type的資訊補足了 那它基本上就跟Strong Type的語言沒有差別了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去拿到 不是Strong Type Stated Type Stated Type的語言沒有差別 所以它就會 你的執行速度就可以跟C或C++去做一個比試 OK 那在這邊的話 它完全是自動化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它是從你Gate的Rontime的 這些Information裡面去炸出那些Type的資訊 所以有的時候 我真的只能講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商號會比人工寫的C或C++ code快 因為人工寫的C或C++ code 有人會沒有去意識到 或者是沒有去注意到某些細節 去loss掉某些ultimizer的機會 那在這邊它去做ultimizer的話 就是讓這個compiler自動去做inference 然後自動去進一步再去做ultimizer 所以說 Sumptown有可能會 那再來介紹一下就是 JR的compiler它有一些特色 叫Hackable的compiler Hackable的compiler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早上的論壇稍稍有去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不去ultimize Python就好 那我是還要再去做一個新的語言這樣子 那其實早上提到一些事情 就是在Python裡面它其實 就是独特出一些spec或API 它導致說下面的一些compiler的行為 沒有辦法被ultimized 沒有辦法被追加化 所以它效能會卡在一個程度 沒有辦法上去 那這件事情其實 Julia在做語言設計的時候 在Type System跟Margot Dispatch那邊的時候 它有著力一些事情 去避免掉這些事情 去避免掉Python的那種狗況這樣 再來就是說在Python裡面 通常你要去Algiumize的話 通常你會用的是比如說Sython 或者是Numba這樣的東西 Sython或Numba這個東西如果舉Numba為例 因為Numba本身它也是一個Just-in-time compiler 那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在Cpython,Cpython是官方的 compiler 那它吃進你的Python code之後呢 它進一步把它轉成Bycode 那Numba它拿的東西是Bycode的東西 那它會再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Bycode再進一步 塞到它的Interpreter裡面去 然後把它轉成它自己RAR 那它們自己裡面會做一些高階的Ultimize 然後下面噴出LVMIR 再去做Ultimize 那你可以是讓它RAR在CPU上面 或者RAR在GPU上面 所以說這邊是會是GPU的code 這邊的那個範例是GPU的code 那所以說在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在你的原本的Cpython裡面跟Numba裡面 Cpython裡面本身就看起來就是一個 本身就是一個那個Campala架構 然後Numba本身它也是一個Campala架構 那因為基本上這個東西它沒有辦法去動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介入它 那在GULIA的Campala的實作上是有辦法去介入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看一下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GULIA裡面有所謂的Reflection跟Introspection這樣子 那這邊會就剛剛有講過的一些事情 假設你的Source Code是長不長 就是Pull 然後SY 然後S加Y這樣子 那如果我用Expression 就是我用這個就是冒號然後把它包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Expression這個東西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Expression 只是Dump的出來覺得它會顯示出來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SD群 那這個東西本身可以在GULIA的語言裡面被操作 它本身是一個資料解控 那再來你的Full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CoreLower這個東西 然後-12 那它被轉成GULIA IR的狀況 那GULIA IR剛剛有講過GULIA IR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SSA的FORM 所以基本上它看起來長像這個樣子 CoreInfo 所以它的這個Variable 剛剛有看到類似的東西 就是在這邊是%1 然後它等S加Y 然後Return 在這邊的GULIA IR它只是把一般的AST把它轉成SSN的FORM 那到這邊有CoreType這個東西 CoreType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把GULIA IR上面加上Pype 它有PypeInference的東西把它 然後就是把這些Type的資訊把它關進去 所以說你會看到這邊它會有多一些Type的資訊 然後再進一步轉成LVM的IR 所以這邊是LVM IR的程式碼的部分 OK 然後跟Native的 Native的話這邊就是Assembly 在我這一排上面是差不多664這樣子 好 所以基本上在GULIA的語言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的是AST 你可以看到GULIA 你可以看到有VMIR 你可以看到我Core 這邊都是 就是可以SS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那你能不能操作它 那這邊它其實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操作 就是AST、GULIA跟LVM IR 這邊在你進到在更生成能Compiler裡面 它是可以被操作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它 我這邊就可以在 呃 程式碼它被處理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要進一步去做Automize 那我可以在AST層做操作 可以在IR層做操作 可以在LVM層做操作 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去把一些東西去做 那在這邊的話 為什麼說它是Hackable 因為這個東西 我可以直接利用GULIA的Compiler 去當成GULIA的Compiler 那在這篇論文裡面 它用的 它實作的翻例是在Cuda上面 所以說它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這邊是GULIA的Compiler 透過Post of ST LOWER 然後ANGULIA IR 然後LVM IR 那在這邊的話 當我要變成一個GPU 或是Cuda的Compiler的時候 我就去做一個置換 OK 所以基本上我ASTtree 我直接把它置換成Cuda裡面 它會相對應需要用的方式 用的函式 然後在IR層它也是去置換成相對應的 GPU上面的東西 所以在這邊的話 它其實 你可以用 原本的GULIA Compiler 當你Low了 這個套件叫Cuda Native 當你Low了Cuda Native這個套件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把 就可以對原本的AST做手腳 對GULIA做手腳 對LM IR做手腳 然後當我置換完之後 我這邊的Cuda的 我就等於是說 我用的原本的語言 上層的語言都不用改 當它的程式碼流到下層的時候 它全部都是跑GPU這一套 然後噴到GPU上面 噴到Cuda上面 那這邊它噴出來的是那個 PTX的Code PTX是那個Cuda的Shudo Shudo Assembly 對 好 所以基本上 在這邊的話 它的Hook有 基本上它會有幾個 幾個東西 就是GULIA IR的部分 還有VN IR的部分 我可以對 它做手腳的方式 或者是那個Type的名稱 然後request 還有一個hook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把GPU的東西把它 置換到你的GULIA compiler裡面 然後讓你的GULIA compiler變成一個GPU compiler OK 所以這個是Hackable的 compiler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你可以去把一些東西給置換掉 所以基本上前面大概解釋了說就是 為什麼GULIA的 它的Just-in-time是怎麼做 Compile-time怎麼做 Raw-time怎麼做 然後為什麼它可以速度上面 可以去跟一些新態語言去做比拟 OK 然後這邊剩下的就是一些 在深入一點的語言的細節 OK 那這邊深入一點的語言細節 基本上你再把Type給展開來 它裡面是有東西的 應該是怎麼說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的動態語言的話 動態語言的話它是只有Value 那Value的話它上面會帶著Type這個東西 就是你這邊是一個E OK 一個數值的E 這個數值的E本身它會帶著一個Tag 那這個Tag是 比如說它是integer-64的Type這樣子 那我如果去問說它的Type是什麼 那我就直接去取上面這個值 那在Type這個本身它也是一個物件 OK 所以說它是一個integer 它的值是integer-64這個物件 所以它是一個Type 那它的Type是一個DataType 好 那在它上層有什麼 在它上層有所謂的integer這個東西 那最最最最上層的話會有any這個東西 然後它自己的SuperType是它自己 然後這些人的Type 這些人的Type都是DataType OK 所以這邊DataType是它自己的Type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它可以把Type 當成一個 應該說Type本身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再做運算跟操作這樣子 OK 那在Multiple Dispatch上面來說 當你去呼叫一個 這邊就會稍微再提一下前面的東西 呼叫一個function如果它是一個F 然後sy 那它的Messetable常在哪裡 它的Messetable就是 當你去呼叫TypeofF的時候 TypeofF的時候 那在它的name下面有一個nt nt是Messetable這個東西 OK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呼叫到它的Messetable 那呼叫到它的Messetable之後 它會拿三個東西當 在這個例子裡面 三個東西當它的參數去查這個Messetable 那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function的Type 第二個參數是x的Type 第三個參數是y的Type 所以基本上它的那個參數的話 會包含functionName本身 會包含你每一個參數的Type本身 所以這些排列組合 它去對譯出到底誰 我應該call哪一個Nesset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dispatch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runtime的時候去lookup 到底哪一個Messet是我該呼叫的 然後這些的參數的improvement 它也包含那個functionName的聲音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如果我去呼叫Type of Sound 你會看到Type of Sound這個東西 那但是如果你去呼叫Type of Sound的Name這個東西 它是我們叫 它裡面叫做一個TypeName這個東西 OK 那在這個TypeName下面那個MP這個東西 它就會列出就是Messetable 所以說你就會看到在Julya裡面 它定義上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Messet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再去做Messetable 所以說比如說這個的話它的 比如說這個的話它的參數就是只有一個 然後叫做StateRangeLength這個 這個Type的東西 然後再去做Dispatch 好 那這個時候我要去找 我要去找的話 就要去做一件事 叫做Messet的Souting Souting的話 在這邊 它是只有支援就是Huntry它有一個Souting 然後它是做Messet的搜尋 OK 那基本上它Souting的方式 或是說問題的話 只會去抓最如何 就是說最Specific的那一個Messet出來 這樣子 好 好 我快把它 講完了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趕快勾書 其實 就是 在這邊 只是前面的那些圖式 比較更細細一點的流程 OK 所以這邊其實跟前面一樣 就是做Pause and Vocal Extend 然後 Synthes Desugar 就是有一些Synthes Sugar 它要先把它解掉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的Control Flow 變成Stament 然後去解它的Scout 然後Laurine 然後去做Methasorting 然後做Tiger Influence InLive 然後Artemise 然後產LVMIR 然後就是去產Native的 NativeCode的Generation 這樣子 OK 好 那這邊 只是稍微提示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把 你在SourceCode裡面 就是如果你是寫程式碼 那你會把它存成.jl 它是SourceCode 那你Compile的話 就是Package Compile的那個東西 Package Compile的那個東西 它會去產出所謂的Typer GIR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把它變成instruction的話 那它就會是相對應是Dynamic的 MassureLibrary的部分 好 就到這個地方了 讓我們 讓我們 滑給主持 我們先謝謝 就是 就是杜宇華的 敬愛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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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